新北市汐止的中心路 周一发生地下油管暴力事件 造成附近的路面都是燃料油 虽然中油公司已经紧急处理 也请水利局关闭水门 不过还是有部分油污流进了附近的溪流 工程人员忙进忙出 有人开铲土机 有人在地上铺设吸油棉 要加速把地上的油污处理干净 一边忙着清油污 另一边是挖开地面 仔细检查管线 新北市汐止的中心路 二号上午发生地下油管暴力事件 导致整条马路上都是燃料油 经过一天的处理 现在马路上虽然已经没有大范围油污 但还是可以看见部分地面依然泛油光 甚至还有部分油污顺着路面流进水沟 溪流中 结果让附近的溪流水面都浮起了一层油 根据环保局初步判断 河面上的油污 从漏油地点开始算 总共大约是绵延了一公里 至少要到四号才能清理干净 至于油管为何会爆裂 中油人员表示 要等找到漏点之后才能进行分析 预计还要花上几天的时间才会知道原因 记者藏运龙汉林 新北市报道